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海岸警卫队15号表示 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CH-53直升机 于周四晚在夏威夷瓦湖岛失踪 据报道 失踪的飞机隶属于第一陆战航空队 海岸警卫队的三级军事长摩斯说 搜索团队发现现场起火 地上一片碎片 在哈雷瓦海滩以北约2.5英里处 有一个空的救生阀 两架飞机上共有12人 现在生死不明 海军官员在美东周五早上4点联系了海岸警卫队 目前正在寻找生还者 14号晚间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 举行了新年的第一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辩论中 地产大亨川普称 如果中国不停止让人民币贬值 则美国应该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重税 川普首先否认他曾经向纽约时报表示 应该向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 但他依然强调了向中国征收重税的重要性 但参议院科鲁兹表示 这一举措会导致中国采取相同的税收政策 从而损害到美国商品出口和美国生产者的利益 参议院卢比奥也指出 重关税政策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休息一下 黄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政府今天承诺将投资40亿美元 推动自驾车普及的研究与测试计划 美国运输部长福克斯在迪特律北美国际车展上表示 奥巴马政府打算寻求经费来加速自驾车的引进与使用 声称如此一来将有助减少道路拥塞与提升道路安全 这项计划目标是改善美国的交通系统与车辆之间的通讯技术 这项科技有助提高驾驶对周围环境的警觉性 能避免障碍物与事故 一同出席的还有谷歌公司 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 沃尔沃汽车 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本田汽车等主管 15号开始 一副巨型的恐龙化石将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 这幅恐龙化石是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发现 因为这属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物种 这只巨型的恐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考古学家认为恐龙活着的时候应当有37米长 重70吨 陈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四层的瓦拉赫指导中心展览室时 必须把恐龙的头伸到展览室外面 才能把这副恐龙化石完整放下 展览直到2020年1月19号结束 另一方面 加拿大天后席林迪翁 14号在Twitter上证实 她的丈夫雷尼·安杰利由于喉癌发作 在拉斯维加斯的家中离开人世 享年73岁 安杰利既是席林的丈夫 也是她的经理人 加拿大从默默无闻的魁北克法语歌手 打造成全球歌坛的巨星 1994年 她不顾家人的反对 嫁给安杰利 两人相差26岁 5年后 安杰利确诊猴癌 席林暂停事业照顾她 她却坚持要席林完成全球巡演 安杰利在化疗前冷冻精子 2001年 齐林迪翁通过人工受孕 生下长子雷尼 5年前又生下双胞胎儿子爱迪与尼尔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年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